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裡 陳千歐 郭靖彤在這裡 今天我們就要說現在中東等等的油組國家竟然造反 話說西方國家要求這些油組國家提高生產量解決石油 因為俄烏戰士關係持續高企價格 現在的油組國家竟然拖手爭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呢 而與此同時 美國一邊叫人制裁俄羅斯 就說不要買他提供的能源以及石油 但是美國竟然被揭發到 原來在剛剛過去的3月竟然大舉趁機狂買俄羅斯石油 來掃平貨 就可以說到美國的做法是非常老土 關於這些事的詳情我們稍後再回來看看 再次我為大家報道就是印度那邊就是因為跟中國和俄羅斯走得太近 現在爆發了一個非常有顏色動亂身影的一個工潮 整個國家大中小企製造業金融政府部門交通 甚至細蚊翻學完全停了 但是西方世界搞的這場工潮打算老鬱落我們中國和俄羅斯 怎麼鬱化呢 而印度這個國家究竟面對美國這些套路會怎麼應對呢 印度這個國家是不是真的信得過呢 稍後慢慢跟大家分析 再之後的就是 在昨天就有兩個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 為了配合英國政治的把戲宣佈辭職的 而在今天最新的更新同樣是來自於英國的五名非常任法官 就出來表態說他們是會繼續支持香港的司法以及國安法 不過好像這些表態其實在這兩名配合英國玩政治的法官 在他們還沒離開之前都是有相同的表態來作出過 那究竟我們現在香港的司法系統面臨著一些什麼重大的問題呢 而同一時間在英國擺明玩東西的時候 我們的特首林鄭竟然對人客客氣氣 完全不會反抗的 就說到對於這兩名法官的離陰就表示很遺憾很可惜 現在約翰遜在英國那邊擺明取笑你你還猛成成 關於這些詳情我們稍後回來看看 再之後為大家報導就是當全世界都關注俄烏那邊導致烏克蘭人水深火熱的時候 其實在世界另一邊在中東那邊阿富汗那邊其實這麼多年都是如此的情況 現在自從美國人走了之後再充公了阿富汗那邊的財產90億之後 導致泥民水深火熱900萬人在捱餓預計將會有2300萬人受醫食所困 細蚊就營養不良很多人要賤自己身上僅有的財物來過活 但是這些財物不是物質是賣自己的 始作俑者完全是美國人 現在中國原來在安徽團溪那裡召開阿富汗倫國外長會 就是一起商量如何幫助阿富汗那邊度過這個難關 而且會談的氣氛非常良好大家也達到共識 稍後慢慢會為大家報導中國的善举 來對照美國這麼久以來這個世界導致的惡行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接著要說一下現在石油組織輸出國也就是中東產油國家 竟然造反 因為西方那邊就要求這些中東國家很快就著俄污戰事 搞到石油價格高企去做一些事情 如果不是西方世界要捱貴油的話 這樣就不太好 但這些中東油組織國家竟然不聽說無視西方的要求 去拒絕增加產量 而同一時間有消息出來 美國竟然被揭發在這段時間裡 叫人制裁俄羅斯的情形下 自己就在暗地裡趁機狂買俄羅斯石油 關於他這麼老套的做法我們稍後再說 現在先說油組織國家造反 說到石油輸出國組織本身是由13個國家組成 而他們供應的大哥就是耳熟能牆的沙特阿拉伯 至於石油國組織的二哥就是阿聯酋 其餘的國家就有科威特、伊拉克、伊朗等等這些中東國家 再加上一些非洲以及南美洲國家組成 從前來說說到油組織的大哥和二哥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 就很聽西方世界說的 這一點也是無容置疑的了 因為說到全世界的石油的價格和供應量有一個不明文的規則 就是美國人會加上這些石油組織國去到武高弄低操控價格 但明明兩個合作得這麼好的國家以及這些組織 為什麼突然之間會反面呢 因為時二世易 以前美國貴為這個原油所消費以及進口的第一大國 但今時今日都已經不是了 而取代他的國家眾所周知就是我們的中國 現在中國才是中東產油國的第一大老闆 再加上說到全世界出口第二大石油的產油國 這個國家就是俄羅斯 這樣的時間歸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的沙特阿拉伯 再加上第二大石油出口國俄羅斯 兩個國家加起來其實已經足以操弄石油它的產量以及它的價格 這樣的時候美國人的角色就大大削弱了 早在兩年前其實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曾經合作過美國 當時美國很流行說自己出產的葉岩油 說到要進軍全世界前景一片明朗 特朗普那時候最喜歡說這些話 但就在這個時間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這兩個石油出口國 他們所生產的原油的成本就遠比葉岩油便宜 因為好像中東這些地方 隨便你找個地下一轉下去石油就飆出來 而美國那些葉岩油又要開採又要提煉 就搞了一大輪 價格自然不夠別人的爭 那既然連美國人都不給面 想將沙特和俄羅斯兩個出口國的市場爭過來的時候 那就不用給面美國的 一於兩個國家一起 就用低成本把葉岩油完全退出這個市場 就問你美國人怎麼辦 再加上這些中東國家一直以來都被美國那種均臨天下 指指點點的態度 來到左點右點去 怎樣生產石油怎樣去定價 都令到這些中東國家所積怨下來 對美國的各種囂張態度非常之不滿 而中國的出現就將這兩個組織和國家所產生的緊張關係做到一個趨化劑 自從中國和中東國家越來越走的時候 中東國家就感受到真正來幫助他 只是中國而不是美國 除了沒有美國人均臨天下的態度之外 中國還幫助很多中東國家 無論從基礎設施甚至乎到這些中東國家 在未來沒有油賣之後 究竟他們的經濟怎樣轉型都花了很多功夫去幫助他們 而中東國家他們是感受得到的 再加上現在中東國家所出口的石油 最多都是由中國購入代替了美國的位置 總共因素加起來究竟美國是什麼位置 其實只不過美國是靠惡而已 所以大家都看到 為什麼接下來人民幣結算 中東所出產的石油會被考慮範圍之內 就是因為中東國家都很想中國代替美國 起碼讓中東世界有得選擇 不是說只是幫助美國 而這次俄烏的事件也反映了中東國家的態度 由於西方世界不斷制裁俄羅斯的關係 西方世界早就要求油組織國家 要將俄羅斯剔除在油組織這個系統以外 但油產國怎樣說都說得非常不給面 沙地阿拉伯和阿聯酋兩個國家 就代表油組織國家說到 現在美國和他的伙伴 竟然要求油組織把俄羅斯踢出去 我們是不會這樣做的 原因有幾個 第一 你們這些要求 擺明就是政治化要求 你們想怎樣我們很清楚 第二點就是說到俄羅斯身為全世界 第二大的石油出口國 如果石油組織國裡面都沒有俄羅斯份的話 那又哪一個有資格加入這個組織呢 所以踢出俄羅斯根本完全是不可能的 然後石油組織國還說到 美國就沒有找他們 但是他們這一段時間 就不斷受到美國暗地裡的譴責 而美國總是將他們 石油組織國不合作的態度 就說到是要跟俄羅斯去聯盟 因此就受到他們美國暗地裡的譴責 現在石油國組織就說到 全世界的人當提起石油兩個字 就應該將政治丟在門口 不要將政治牽涉到石油方面 從這麼強硬的措持來看 看來石油輸出國這些中東國家 他的態度就很明顯 就是擺明不會附和西方世界 來制裁俄羅斯 雖然就不可以說到 石油組織國拒絕增產 來降低油價 就叫做是站在俄羅斯那邊 就遠遠未去到這個程度 但是石油組織國的心意 聽到這裡我們都很清楚 你們西方世界捱貴油 完全是你們自己一手造成的 你怪誰 為什麼要中東國家幫你們負貨呢 現在中東國家那邊 就不斷把石油產能提高一點 來應付美國先的 不過這些爭產都是杯水居身 做養居多 一般的分析認為 油組織國是不會應美國的要求 來爭產的 所以有見及此 美國就說到 既然油組織國造反 美國自己本身都有很多石油 既然他們不做就我們自己做 現在美國就說到 在未來半年我們美國就決定把自己的戰略石油放出來 那個數量是高達1.8億桶 也就是說到每日會放多100萬桶出來 來平衡這個石油價格 為世界謀福祉地說 而且這次他所宣布的這個數量 也是50年來 所釋放到的戰略儲備石油規模最大 而同一時間 他說到這些多釋放的石油 就佔了美國戰略石油的儲備 已經三分一 看來美國真的很有決心 我們看看市場的反應 在美國說過這些說話之後 油價真的倒了一些 足足在我們這一刻拍片的時間 但布蘭特企油和紐約企油 都分別大概跌了五個多六元 就由110元跌到105元至104元之間 真是很巨大的跌幅 本身在俄乎戰事之前 油價都是徘徊在九十幾元 最高還見過140元 而在其後油價也曾經去回九十幾元的這個水平 所以說到美國說到的這一招 看來市場反應就一般 莫非美國的誠信 在投資者心目中都現形 那又難怪 因為剛才我們也說到 原來美國竟然瞞著一些盟友 一邊說到制裁俄羅斯 而同一時間一邊問俄羅斯買油 這件事被人踢爆了 根據美國能源訊息署所發表的報告說到 原來在3月19日至25日 美國竟然由俄羅斯所進口的石油 它的數量比起之前多了43% 多了四成多 也不是說不多 原來在2月19日至2月25日 也就是一個多月之前 美國曾經做樣說不進俄羅斯石油 但不進的時間只是維持在那個星期 後到尾一踏入3月的第一天 美國就立刻由俄羅斯不斷買石油 就買到是今年全年最高的水平 原來在整個3月從俄羅斯進口的石油破了紀錄 你說美國多麼老套 所以很多美國的盟友在知道這件事之後都非常失望 甚至乎可以說到我們一句老生常談的話 美國真的縮骨算爆兼老麥土 現在德國法國這些國家真的站在你美國前面 硬生生跟俄羅斯撐到這麼行的時間 你就另一邊商買俄羅斯油 難怪德國和法國這些國家知道你做完這些之後這麼生氣 說起昨天更新到俄羅斯容許歐盟這些不受歡迎國家 就能夠讓他們不用在3月31日當日立刻找到天然氣 縱使這些歐盟國家雖然嘴巴這麼硬 又說到在室內穿衣服就不用買天然氣 但無論如何他始終是撇不掉俄羅斯的天然氣 俄羅斯方面都很欣賞他們這麼厚硬 又為美國頂到這麼前這種態度都值得一讚的 不過縱使他們這麼出色這麼傑出都好 始終這條天然氣數都要找到 而俄羅斯根據昨天的最新更新就說到 這條數可以分期找到的 就不用一次過找到 不過去到今天俄羅斯又有新招式玩了 消息來源是來自德國的 話說德國的總理和俄羅斯總統保經在講完電話之後 就說到除了條數可以遲些找到之外 還說到寬宏大量給德國用歐元去找到 咦 這樣就是打破了之前普京所說到 一定要用盧布結算這些天然氣合約 其實就非也 原來招式之中又有招式 我們看下去先 現在俄羅斯都明知道類似德國這些國家 一時三刻又哪能準備那麼多盧布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俄羅斯就容許歐洲這些國家 先用歐元轉賬到一個 俄羅斯的指定銀行戶口裡面 這間銀行就叫做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銀行 然後當錢收到的時候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銀行就會把這些錢自己對成盧布 然後就會匯過去俄羅斯那邊 俄羅斯收到這些錢之後 天然氣便到歐洲國家 為什麼普京要出這一招呢 原因都很絕 就是第一 既然現在俄羅斯都被踢出SWIFT系統的時間 就算歐洲國家真的肯用盧布給錢 都匯不了款到俄羅斯 所以俄羅斯就將計就計 成立一間俄羅斯的天然氣工業銀行 指令到歐洲要將歐元匯入指定的戶口裡面 這樣的時間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銀行就可以用自己所達成的匯率 來將這些歐元變成盧布 這樣做有兩個好處 第一 如果歐洲國家自行將歐元兌換成盧布的話 這樣就會根據市場價格去做 但是如果這些錢是由俄羅斯自己私人兌換的話 那個匯率價格就是由俄羅斯作主 這樣的時候就可以適當調整盧布對歐羅的匯率價格 影響就非常深遠了 想什麼時候調高就調高 想什麼時候調低就調低 主動權就掌握在自己手上 也就是說歐洲人再一次被人借力打力 幫忙托市 第二點就是既然西方世界主動出招 制裁俄羅斯把他踢出SWIFT系統的時間 俄羅斯也可以大條道理說到 因為你們的制裁搞到我收不到錢 現在我用到這一招都是出此下策 既然交易條款裡面涉及到金錢 是一定要收到的話 這樣也沒有違反到你合約上面的條款 也變相打了西方世界一巴 就讓他自食其果 我們剛才就說到 美國竟然瞞著一些盟友去大舉買俄羅斯石油的時間 做法就非常老套 又警告到其他人千萬不要買俄羅斯石油 而根據我們所知道 之前買俄羅斯石油 買得最狠最狠的國家 就是我們中國的鄰國 這個國家就是印度 先不說有沒有這樣的鄰居收不收家 始終他也是有做到這樣的行為 就彈出彈入 見便宜的便宜 但是這樣 既然美國佬自己帶頭也做得這些行為的時候 印度佬為什麼又不能做呢 但是現在美國竟然走出來說到 印度你這樣幫俄羅斯買石油的話 是需要付出一個巨大的風險的 你不知道我們西方世界正在制裁俄羅斯嗎 你這樣說 這個巨大風險究竟是什麼呢 很有可能就是接下來我們說的這件事 不過在說這件事之前 我們就很替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等等這些中東國家擔心 因為現在他們這樣的態度 擺明跟西方世界抹面 這樣的時候美國一定會找他們結帳 我們不妨就來看看現在美國在印度做什麼小動作來報復 現在印度各地就爆發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停工停市停學的所謂社會運動 但是面對著這些停工停市停學這些所謂的社會訴求運動 我們都屢見不鮮 又是西方政治在背後操弄的一道板斧 但看到所有這些參與運動的民眾 現在第一時間就是穿著紅色的衣服 戴著紅色的帽子 紅色的帽子上面有這個老牌的共產主義揮號在上面 其原因為什麼會這樣呢 稍後可以慢慢跟大家解釋 他們發起這些停工停市停學 亦都發起堵塞交通的行動 就是一群人走上馬路上堵塞車 甚至有些地方他們成功截停火車 令到路軌難以進行如期的交通 而慢慢發展開去 在印度很多地方都爆發這些同樣的運動 一夫百姓 加爾國賊、泰米爾、納德邦、西孟加拉等等 這些地方都有同樣的行動 就是交通受到癱瘓 所有大中小企無論是私營 甚至公共的部門、企業、機構 全數停止運作 發起這次運動的就是一些印度的幾十個工會 組織而成合體的一個運動 就相當於像我們香港搞事那群職工盟那樣 只不過這些運動雖然他們穿著紅衣和高舉的共產主義 但跟我們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想告訴大家 他們現在戴著的紅帽和共產輝號 是老牌的共產主義 而為什麼是這群人來做的呢 基本上他們做的就是停工停試停學 搗亂社會的行為 來發動民怨 來影響社會正常的運作 來逼供令政權投行 像這些行動 你喜歡透過什麼政黨上去都可以 什麼主義都可以 為民主也好 為社會主義也好 為共產也好 其實都只是一個標籤 做的都是一樣 為的就是煽動民怨 然後停工停試停學 引發社會癱瘓 正常運作影響 然後就用來逼政府 為什麼印度會發起這樣的行動呢 其原因就是當印度和中國和俄羅斯在貨幣上組成聯盟 這件事已經令到西方世界大為震驚 當時美國已經即時派出頭馬 英國和日本相繼和印度不同級別的官員進行會面 希望平復和了解印度現在的什麼立場 印度現在3月大手買入俄羅斯的石油 還便宜到有三成折扣 令到印度總理莫迪對普京愛不釋手 真的不想他回到俄羅斯 這些一連串的舉動都經意令到西方世界 對他一直以來想著部署的印太戰略 印太四方安全關係 這些一文一武的戰略大大受到信心動搖 接著到我們的外長王毅和印度那邊重新收好關係 直到印度和中國都只不過邊境上的磨擦和誤會 現在兵式潛延之後 兩邊的軍隊都經意隔到遠一遠不要再互相接觸 也就著未來經貿上合作 建設上科技上的分享 有無限空間的時候 美國覺得不行了 印度人越來越不聽話 就開始禁制 禁制就要令印度爆發顏色的動亂事件 而這次顏色的動亂事件就選了紅色 拿你的共產揮號 告訴你總理莫迪現在搞你的就是共產主義 所以如果你要再親共產主義的國家 會令你很頭痕也會進一步刺激人民 但其實中國和俄羅斯沒有關係 都是美國人搞出來的 這些什麼工潮 職工盟這些從來都是美國的套路 現在工人打正旗號說有幾個要求 幾個要求就是希望現在一些非正規的部門 就業人員都依然得到社保 希望他們有最低工資 還有印度的國有銀行 希望他們不要再私有化下去 這樣 為了這件事他們非常不滿意印度的總理莫迪 在大街大行做了一些莫迪的指責公仔 然後就燒了他們 不知道他們想燒給誰 你知道印度人也很迷信 印度的軍人已經士兵已經在印度的新德里 已經在那裡斬了 以防有什麼事情的時候要保護這個新德里城市 印度那邊現在所有製造業、勞動的職業、銀行、金融系統、政府部門 甚至交通、建築、港口、碼頭、教育、上學的一律全部停止運作 大家聽到這些說話是不是彷彿帶大家回到2019年、2020年的時候的警方 是的 印度那邊正在爆發差不多的事情 這次他們在搞紅色動亂事件 還要把這個紅色扯上我們中俄這邊 一些社會主義有關的來進行離間這個關係 美國人其實都很聰明 懂得這樣來玩 群眾很單純的 紅色跟著有共產揮號 他就當是中國和俄羅斯那邊有關 印度就更加不喜歡中國和俄羅斯 就會這樣 這個時候真的要看印度總理莫迪 在面對美國的舊友套路 沿用了這麼多年的顏色動亂套路 好像總理莫迪這些印度元首又會用什麼方法來應對 大家就拭目以待 但現在印度是非常忙於接待不同國家的重量級外交人員到訪印度 之前三月中的時候 美國已經派出日本的手上岸田文雄出訪印度 就是害怕印度有疑心派出這個岸田文雄 來到外訪印度 還說會在未來五年投資五萬億日圓在印度上 幫印度多建一些日本廠 建一些日本形式的鐵路 然後到三月尾的時候 我們的外長王毅就出訪了印度和印度的外長蘇傑夫 再說一次 和印度的外長蘇傑生來到會面兵式前言 當然印度人是不是真的可信 是不是真的完全兵式前言 目前這個階段是 印度人未必是可信 我轉頭告訴大家為什麼 直到三月三十一日 美國和英國都分別有兩個重量級人物出訪印度 很明顯說就說 例如英國的卓惠斯就訪問印度 而卓惠斯最喜歡巴巴喳喳 連俄羅斯的地域、疆界和地區都搞不清楚 只是在那裡行所謂價值觀外交 這個人會不會做出任何實事呢 其實我真的不太看好 他現在出訪印度想宣揚什麼 又是民主價值觀外交 又要印度聽話 表面上就說民主的國家應該加緊合作 一起面對這個世界的威權者 和印度有很多國防方面、貿易方面 和網路安全方面的事情 要和印度商量 我相信這個卓惠斯連這些是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他打這個旗號 其實就是要積極和印度談話 來看看印度究竟現在是什麼立場 另外美國的國際經濟事務 副國家安全顧問達里浦 新格也飛去印度 和卓惠斯同期一起飛去印度 來談 表面上又說談印太經濟問題 又說表面上純粹關心俄烏的戰事問題 其實他們很擔心印度現在什麼立場 因為印度在聯合國那裡投棄權標 棄權來譴責俄羅斯 這讓美國很擔心 因為他們有四方安全的關係 美國、印度、日本和澳洲 印度在裡面有舉足輕重 在印太戰上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 如果立場浮動的話 對美國的如意算盤是絕對打不響的 不過同時原來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也會去印度 印度那邊說到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他就會先見英國和美國的代表 之後才來招呼拉夫羅夫 那究竟主次我們怎麼看 誰重要和誰不重要呢 講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話說美國的卸曼很想來到北京訪問我們中國 但是我們就踢了他去天津 而踢完他去天津訪問完 見完我們的大使秦剛之後 說完話之後 王毅才是象徵式去打招呼 然後送走卸曼 接著過兩天同時間 同一張椅子同一個會堂 就被塔斑斑的代表過來坐在那裡 明替美國眼眉一下 那現在英國和美國的出訪人員 訪問印度的時候 印度說招呼完英美的出訪人員之後 才重點招呼拉夫羅夫 會不會他們兩個一起見面開會的地方 反過來拉夫羅夫就坐在他們的位置 這樣就明替英美眼眉一下 不知道印度人會不會用這一招呢 其實印度這個國家說很親俄羅斯 這真是很親俄羅斯 因為很多方面尤其是軍事上都靠俄羅斯 最近有一個很便宜的價錢優惠價 買了俄羅斯很多石油 買了他們半年所需要的儲備 而印度對中國是否因為王毅的出訪 而真的親了中國之後 因為這些貨幣聯盟親了中國之後 真的不理美國 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剛剛這個世界上演另一個聯盟誕生了 就是美國吹風也很積極地搞一些芯片聯盟 叫chip4 雖然他們美國人很chip 但是這個chip就是芯片的chip 不是人性格的chip 就是美國、日本、韓國和台灣省的芯片聯盟 這個芯片聯盟就是加緊製造芯片的技術 更加鞏固 是一個半導體供應鏈的聯盟 但是韓國就有所猶疑了 因為話說我們中國在全球芯片市場佔了一半 中國買芯片佔了市場一半 總共是2991億美元 韓國最怕沒有了中國這個超級大市場 韓國也不想美國今時今日要收回技術的時候 韓國的芯片行業就白白這樣送給美國 那自己什麼都沒有 那就剩下整容行業 當然不行 就以韓國的三星為例 它的海外記憶體的廠已經放在西安那裡 SK海力士也放在中國的巫石那裡 那這些芯片聯盟和印度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印度在過去這幾年就很想爭取進這個芯片市場 他們有沒有技術呢 沒有 但是其實印度人家搞一些電腦東西 他們本身是有點天分的 他們在電腦科技也是研究得相當入流 還有這個世界很多電腦專才都是印度人 但是只不過印度這個國家還沒發展到可以做這些科技 但是印度是很想做的 所以希望這個芯片聯盟能夠射著印度 印度希望能夠在印度裡面設廠 能夠大造芯片 那如此一來的時候 就會對他的國家整體的經濟和科技大大提升 對他的國家的檔刺也大大提升 所以為了這件事 印度一邊跟你貨幣也好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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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俄親中 但是在這方面他也會親回西方國家 他不會跟你說什麼 我站在哪邊 因為印度覺得自己是一個次次世界文明古國之一 他是大國 他是不會站在任何一邊 他會覺得我是大國 我做什麼是我們的事 上至官員下至一個節目主持 都喜歡這樣做人 早前美國才說印度不譴責俄羅斯的時候 印度罵他 說我們印度是大國 我們怎麼站的 關你什麼事 如果連節目主持都會這樣說 其實很多民眾 很多高傲的印度人都會這樣覺得 覺得自己是大國文明古國 我有我一套 不用你干預 美國那邊2021年6月 他已經鑑於這個世界的芯片市場 開始不受控的時候 就提出了一個法案 就是要動用這個1900億的美元 來進行芯片的研發 和中國競爭的 剛剛也批了520億的補貼 在芯片行業裡面 美國不是說很不喜歡補貼的嗎 說政府補貼這件事就是干預自由市場的嗎 你們現在這樣做 不過算了 美國從來都是這樣的 不過從這件事我們看到 就是在很多方面 印度還是需要西方的勢力去依靠 印度這條儒家佬是信不過的 每一次的建交每一次的合作都是階段性的 外交戰其實也是這樣 接著就要說一下 關於這個終審法院 兩位非常任的外籍法官 他們辭職不做之後 今天就有一些新的跟進 事件已經發生了一天 就可以說到我們香港特區才仿然大誤 原來英國佬那邊早就已經做了一個我們俗稱為全餐的東西 來招呼我們 由於去到今天英國佬就連出五招 我們就看到了 所以就可以非常肯定地說到英國佬早就已經有心部署了 和大家一樣 我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第一個感覺都是非常生氣 不過生氣還生氣聽我怎麼說英國佬早就有心部署 以及我們的特首林鄭 當明知道英國佬是有心玩我們的時候 依然的表現是非常耐弱的 我們逐個逐個去說 首先就要說到英國佬怎麼一早有心部署我們 聽完這點的時間 我們再想一下怎麼拆彈 其實整件事如果有細心留意到的朋友就應該會知道 早在那個藍韜文還在英國外上的時候 也就是去年二一年的時候 當我們港區的國安法生效了已經超過一年的時候 那時候藍韜文已經說 他們英國將會探討一下不再派他們英國的法官來擔任我們 香港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 即是年多之前口封就已經英國那邊出了 當然了 以特區政府一貫的做法 是出了事才會來處理的 就算人家怎麼打開口牌都覺得是沒事的 況且說到香港的司法系統 我們這兩天都有瀏覽終審法院的網頁 我們稍後就會說一下 現存的非常任法官 究竟還有多少人 那些人又是什麼人 但是我們還沒說這件事之前 也有一種感覺 就是看到他們終審法院的網頁 上面寫的東西 好像彷彿回到一百年前 還用那些什麼藍鳥去形容 跟那些非常任法官 真是看到 一百年前嗎 現在 早就應該要改革 不過聽完我說下去 現在就說到藍韜文在年多之前 就已經打了開口牌 說不派法官過來我們香港 自從藍韜文沒有做之後 就由卓惠斯擔任去英國外相的位置 也就是時間到了三個多月之前 今年的年頭 卓惠斯在交給英國國會的香港半年報告書裡面 就說到 英國方面依然會繼續派法官去到香港 來支持香港的司法獨立 而辭任的這兩位非常任法官 偉彥德和賀茲爾 也都在離職之前 是沒有透露半點風聲 而且其中一個人 還在我們港區國安法成立之後 就出來表態說是支持香港的司法 也都支持國安法 但誰不知就失驚無神 用到辭職來配合英國政府 這次的小動作 所以說到這一類型的外國法官 說的話根本不能夠完全可信 這次就說支持港區國安法 支持香港的司法 那次就已經配合英國政府玩東西 事隔都是一年左右 就已經來過180度的大轉變 說起又說 自從這兩個法官離職之後 今天依然留守在我們香港 做到非常任法官的其中五位外國 又或者準確一點來講是英國籍的法官 都說到表態 來繼續支持香港的司法獨立和國安法 究竟這五位法官會不會接下來 都好像兩位前輩一樣 今天就繼續支持 他朝又繼續玩東西 暫時來說我們是未知的 也不排除有這樣的可能 畢竟前居可鑑 而這一刻香港的非常任法官 還有十位 除了我剛才說到出來表態 說到五位支持我們香港司法獨立 支持我們香港司法的五位英國法官之外 還有五位人士未表態 當中就包括一名的英國法官 三位來自於澳洲的法官 和一位來自加拿大的女法官 這五個人還未表態 當然我自己覺得最鬼的那個 就是同位英國籍 但又不跟隨其餘五位英國同伴 表態支持我們香港司法的這一位 華學街分爵 也是一個分爵 沒錯 為什麼他不跟隨其餘五位同樣來自英國的同伴 表態支持我們香港司法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會不會又是英國人留下來的招式 都頗值得討論一下 說到英國人的招式 我們現在就繼續承接之前 英國人已經預先出招打到開口牌的這個話題 剛才說到卓慧斯以及離任的這兩位法官 就在南韜文都表明在年多前說整股我們香港的時候 暫時收了口 沒有漏任何風聲 還說支持我們香港司法 但就在兩天前 也就是這兩名英國法官辭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一職的時候 在同一個鐘頭就位於遙遠的英國下議院 這個時差跟我們香港差了十個鐘有多的地方 就在同一時間 突然之間就辯論到他們英國的法官應否繼續參與香港的司法審訊 為什麼又會這麼巧 這兩個英國的外國法官真的特意就著他們英國下議院的開工時間 刻意熬睡來宣佈辭任 接著好了 在接了這兩招之後 我們就看到一個畫面 就是英國手上約翰遜走出來 就已經說真的難為了這兩位法官 他們一直以來就好像說到身在曹營心在漢一樣 要他們強行接受一個這麼沒有文明打壓自由 又沒有法治的地方去擔任這個非常任法官 真的難為了他們 相信他們要作出辭職的決定都是很艱難的 我們英國人就一定要支持他們 而同一時間英國外相卓慧斯也發表了一個聲明 就是說到我們國安法擺明就是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所定名的高度自治和司法獨立 接著一輪廢話就是說到國安法製造寒蟬效應打壓言論自由 新聞 結寫自由 已經到了臨界點等等的廢話 就在約翰遜說完話之後 他又走出來說了 正當以為四招都出齊的時候 誰知道又在今天英國政府就為了這件事 臨門伸多一腳 這一腳就是英國又是發表一個所謂的香港半年報告 這個報告就說到港區國安法破壞香港公民社會、工會、學生組織又要被迫解散 傳媒受到打壓、立場新聞被迫停業、還要搞他們英國的分佈 就說到香港幾乎沒有獨立媒體、司法又已經死亡 就完全違背了中英聯合聲明 來這樣說來埋美 即是屈指一算 英國人就短短在兩天出了五招 大家認為他們不是一組部署 又是些什麼 完全是有心人就裝無心人 聽到這個時候 我相信大家都很憤怒 也很不明白為什麼非常任法官這個制度 是可以捏住我們香港的司法系統 昨天我也說過 中審庭一般來說 在沒有非常任法官的情形下 是不能夠開庭受審 這件事是非常之大件事 也就是說如果今時今日 全部外籍的非常任法官都辭職的話 那怎麼辦呢 我們香港這一刻 常任法官就有三位 非常任法官剛才我們說過 除了十位的海外非常任法官之外 還有四位的香港非常任法官 加上十四人 也就是說連中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 十八個法官裡面 就有十個人是海外非常任法官 即是已經佔中審法院超過半壁江山了 就在英國人已經出齊五招來整股我們香港之後 政府就說這兩名英國法官或者是受到政治壓力離任 強調不影響本港的司法獨立 其實人家都擺明整股玩你了 又需要什麼或者受到政治壓力離任 簡直是受到政治壓力離任 人家這個時候都不給你面子了 林鄭更好笑 她就說到對韋彥德和賀茲爾的辭任 表示遺憾和失望 還說到他們是別無選擇 無可奈何地去接受 還說什麼表示遺憾和失望 你身為特首坐這個位置 麻煩你強硬一點點 用你半點對市民那種高傲與傲慢的態度 來跟英國政府說 對於他們兩位的離任是表示歡迎 而且也要跟他們兩位外國法官說 請他們繼續堅守他們自己理念 回到英國的時候 就秉承著和香港一貫的作風 應該要對英國的國安法表示相同的態度 就繼續支持英國的這兩位法官 回到英國的時候 應該立即跳出來反對他們自己英國的國安法 如果不是就正契弟 來到他這樣說 還說表示遺憾和失望 需要封兩封歷史給他們兩個才離開 相反我們的政務司司長李家超 就比較深水清了 可以發到網誌說到 這兩個人擺明就是和英國政府合起來 來預先一組部署的政治企圖 這樣說話就合格了 還需要比面英國政府 如果你說到司法界 例如終審法院的前首席法官 又或者現任的法官 都不太方便評論事件 來用一些比較溫和的言詞去說話 我覺得都情有可原 但作為特區政府的首要班子 但是在這個時間 還好像怕了英國佬說話 我自己覺得就成為國際笑柄 亦都被警覺看得出 他們不派法官過來 我們香港這邊 我們香港就竟然會怯的 因為你特首的言論 都代表了你是停台 其實這個非常任法官的制度 好像我們昨天節目所說 已經有了很久 早在回歸前後 就已經說明 這個制度是容許外國的法官 來到我們香港作出審訊 而在回歸了一段時間 曾經也有人提出過 不如修改一下這個制度 例如 將現在一些外籍的法官 就來調任他們 不如不要直接參與審訊 或者做一個法律顧問 這樣行不行 而且再看回 今時今日我們香港 本地的法律人才都人才背出 就好像1997年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已經首次由我們香港本地大學 所培訓到的法學系畢業生 來出任 而去年上任的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 亦都是我們首位本地培訓的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之所以保留著 外國法官來到我們香港審訊 又或者出任非常任法官 其實很大程度 只不過同為普通法為基礎的香港 就需要引用到一些外國資深的法官 他們之間有一些案例可以作出比較 來作出審訊 原意就是這樣 但在今時今日 就由這些英國什麼五眼的國家 擺明就將法律以及司法 滲透到政治 往往這些派到來的法官 不多不少就給他們當地自己國家 所賦予的政治任務操控 這時候對我們香港的司法 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 差點說了一點 原來大律師公會主席杜鑑坤今天就說到 在兩個禮拜之前就已經收到封 這兩個非常任法官將會離職 同一時間公會那邊去信了英國 來遊說英國政府 來撤回相關的決定 可惜也是不成功 因為今時今日這樣的國際形勢下 香港是很難獨善其身的 而且杜鑑坤也說到 這兩位離任的法官 之所以他們要這樣做 就是英國政府一系列的政治動作 來以圖杯葛中國 那他有什麼證據 他就說到他們的前同事 即是現在其中一名出來表態 說繼續支持我們香港司法的英國海外非常任法官 岑耀遜 就說到他早就出了公開信指出 英國那邊 即是他自己的祖家 就說到 一早有這樣的行動 來整股香港以及中國 所以接下來我們香港的司法 就一定要來個大改革 至於改革的內容 以及用什麼方法去改革 我相信 作出這麼大的改動 就一定要由到人大 以及在爺爺那邊去決定 一次又一次 因為這些外國 又或者親外國的勢力 來到在我們香港的司法系統搞搞振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在今時今日的國際形勢下 香港本身的這套司法系統 就已經比較過時了 萬一又出現在19年搞事時期 這些重大政治事件的情形下 香港的這一類型司法系統 所存在的弱點是非常明顯的 到時就未必可以有效地去操作 所以我們一定要未與籌謀 盡早推動司法改革 再之後為大家說的 就是這個世界除了俄烏那邊 烏克蘭那邊有人 數百萬的人流離失所 水深火熱 其實在世界另一邊 在阿富汗那邊 也早就已經有更多的人 除了流離失所之餘 也都是衣食面對非常困難 現在聯合國指導 阿富汗向全世界釋出希望獲得人道支援的信號 金額達到44億的美元 從來都沒試過有這麼多 但是44億有多少 說真的不多 對比美國充公了阿富汗 連同西方世界一起 夾夾搶了阿富汗的90億美元 可以說是小無見大無 如果不是美國連同西方世界一起老套了阿富汗的90億 也不用搞到現在這樣 現在阿富汗那邊大謊說有95%的人 是受衣食不足的問題所困 有900萬人在捱肌餓 另外有100萬的細蚊 在面對營養不良的情況出現 平民百姓活在水深火熱裡 很多人要變賣自己的僅有財產來過活 但是他們有什麼財產呢 他們沒有物質的財產 他們有的只是身體的一塊塊肉 五臟六虎和小蚊 預計再這樣發展下去 有2300萬的人 將會面對飢餓 在阿富汗裡面 而此作勇者完完全全就是一位美國佬 因為加上西方世界一起 老套了別人的錢 然後不知道給了誰 而聯合國那邊的人道支援 什麼時候籌救數 什麼時候都不知道 但是中國已經在做事 中國剛剛在安徽的團溪開了兩場大會 一場就是中美俄加的大會 當中參與的就是中美俄的代表 也有巴基斯坦的代表 而除此之外也有阿富汗的鄰國外長會 其實就是開來特意針對阿富汗現在面對的情況 看看可以怎麼做一些事情 一起合作來幫助解決阿富汗的情況之餘 也加深了阿富汗的鄰國 所有鄰國接下來的合作 這次會議的氣氛是良好 而且大家也達到共識 有建設性的交談 有八項共識是面對新聞媒體發放出來的 第一大家要一起圍著這個世界的客人分子 刺激主義分子 就是那些ISIS 那些什麼東突厥的刺激分子 要合力來抵抗 甚至要將它完全倒絕 不可以再讓它們搞事下去 要尊重阿富汗那邊的獨立 他們的主權 他們的領土 不可以因為人家現在水深火月 你就是多扮兩棍 甚至你覺得有機可乘 滲透別人的國家 這些是美國人最喜歡做的 阿富汗那邊有什麼國策 有什麼決策 由他們自己自主 我們只能夠尊重 還有跟他們談合作 要肯定現在阿富汗那邊政權 肯定他們過去是自從美國人走了之後 這半年來他們的功勞 他們已經很努力去建設他們的國家 他們稱呼他們為阿富汗政權 沒有人再叫他們做塔班班 希望國與國之間民族互相和解 永遠都是用對話和協商的方法 來解決他們的分歧 現在阿富汗那邊的人道困境 要全力協助他們解困 除此之外 阿富汗的鄰國 每一個國家和中國一起 協助阿富汗一起發展經濟 一起來抵抗西方的制裁 呼籲美國人快點回水 將阿富汗的財產快點給阿富汗 不可以這樣來充公和沒收了別人的財產 不可以這麼尷尬 還有呼籲聯合國什麼時候做些事情 聯合國什麼時候就著阿富汗那邊的百姓衣食 的人道問題 可以落實一些建設性的行動 以及實實在在的行動 什麼時候會協助民族與民族之間 互相協商對話來解決分歧 還有就著阿富汗那邊的刺激分子 會不會出了分歧 阿富汗現在的情況 其實是遠比烏克蘭那邊糟糕的 但是為什麼全世界只關注烏克蘭 現在西方媒體 尤其是全世界只關注烏克蘭 阿富汗那邊其實從來都是這樣 沒有人關注他們 分明是口齒薄屁 白人世界的偏坦完全出來了 因為烏克蘭人 像你們 皮膚白 永遠覺得中東那些人不是人 叫他們沙漠猴 分明是種族的敵視 而除此之外 新潮民遲遲都不說 分明是完全知道白人社會 在烏克蘭那邊搞些什麼 就有些流離失所的人 有些婦孺和小蚊 就想趁亂在高價採購 搶得就搶 買得就買 然後就要人做一些 你們白人世界最喜歡的勾當 不信問拜登的兒子 他就最適合了 而最後就是中國希望能夠定期和阿富汗的特使 也有定期的會晤跟進情況 好像現在這個世界 只有我們中國肯協助國家 做一些有建設性的民生事務 美國佬一直在搞事 能源又搞事 民生又搞事 世界局勢在煽風點火 印度那邊明明自己有了 都要搞工潮 美國佬外交就去兇人 我們中國就去幫人 完全是兩極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結束之前請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新潮民頻道、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拜拜